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潘雪莹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这天她跟往常一样 中午吃完饭便出门工作 潘雪莹此刻来的这条街 算是阿鲁克尔亲戚的繁华街道 她刚把出租车开到这里没多久 就看到路边一个男人在招手 示意她停下车来 当时她就敞开车门 问了医生去先锋多少钱 然后我就问她要了七十 然后她就 她说她去接她的孩子和媳妇 说她的孩子长病了 然后说七十就七十吧 潘雪莹与男子商量好家庭 男子就上了车 坐在了后排的位置 之后两人便开车 前往男子要去的目的地 当时她穿了一条黑裤子 然后戴了一个蓝色的口罩 潘雪莹离开两个小时后 她的丈夫又是找她 便给潘雪莹打去了电话 但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她了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潘雪莹开出租车 一般是下午五点之前 就会收工回家 但这一天五点都过了 潘雪莹的丈夫 却一直联系不上她 这种情况很少见 于是她的丈夫 就给潘雪莹平时开车的时候 喜欢聊天的同行们 打去了电话 同行跟她说 几分钟之前 突然从潘雪莹的对讲机当中 传来了几声尖叫 然后对讲机就关了 这下潘雪莹的丈夫可慌了神了 妻子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就在她担心不已的时候 突然她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 潘雪莹的声音带着哭腔 情绪很不好 她跟丈夫说 她此时就在先锋小学 让丈夫赶紧过去 而与此同时 阿鲁克尔近期的民警 也接到了潘雪莹的报警电话 被吓得已经站不起来 然后是她对象抱着她 她女的那个手上 被那个刀划碰了 她直接就说 她说这人要杀我 办案人员安抚好她的情绪后 向她了解了事情的始终 根据受害人描述的情况 我们初步判断 这应该就是一起恶性的抢劫案件 男子上车的地点在繁华区域 监控设施完善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男子上车的地点 调去监控视频 很快民警便发现了男子的身影 我们可以初步地看到 这个犯罪行人体貌特征 是蓝色牛仔裤 黑色上衣 戴口罩 上车之前这个嫌疑人 他应该在选择 一个合适的算目标 因为这块处在繁华阶段 在这排回了一会儿 然后都会看一下这个司机 恰恰这个受害人的出租车 过来之后 他看了一下 他应该在选择一个 合适的算目标 潘雪莹正是嫌疑人 等待已久的目标 他立刻招手上了车 他就在后路坐着 时髅场的跟我说句话 然后我问他 我说往哪儿走 因为我走不见嘛 我就问他往哪儿走什么的 就是你再也没说什么 再也没说什么特别的 就是去的时候 他没说什么特别的 男子所说的地方 距离他们离开的市中心 还有一点距离 这对于刚开始开出租车的 潘雪莹来说有点难度 因为他并不认识去的路线 所以一路上都是这名男子 给他指路 你应该在就是我们所说的 大通道的超载路那块右转 但是当时他就没告诉我右转 他就告诉我直走 过首飞站 就瞎子路 因为出租车司机对这个路不熟 他就乱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原本40分钟的车程 潘雪莹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 而这名男子还在不断地 指引潘雪莹路线 我就进了一个特别偏的 一个小村子 然后两边全都是树林 只有一条道 然后进去以后 他说你再往下走 还有一个小村 过你那个小村就是了 然后我又往下走 当我到过去那个小村的时候 就当中就有一条河 当时头两天下雨了 因为水发得挺大的 就冲断了 那块就过不去了 他就发现不对了 他说咱们绕出先锋 已经绕出太远了吧 就在潘雪莹有点着急的时候 这名男子突然指着前面一个村庄说 这个地方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让潘雪莹一直往里面开 但进去这个村子没多久 他们的车又绕出来了 这时潘雪莹再也忍不住 向男子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没接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不说来接你媳妇和孩子吗 那咱们从这个路口进去的 为什么又从这个路口出来了 潘雪莹话还没有说完 他就从后视镜中 察觉到男子有点不对劲 潘雪莹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就从后来拿刀子去 把我一个手 这手搂着我脖子嘛 这手就搂着刀 就把我比上了 然后用左手一抓发现是刀 然后就把我手拉了一个口 然后就松手了 就在这一瞬间 潘雪莹下意识地大叫了两声 啊哈地喊了两声 喊了两声 然后我就把电台放下了 放下我就想了 我心里如果电台的人听着我喊 一定会问我什么声 会不会就说出事了 果然不出所料 电台的同行们听见了潘雪莹的叫声 但还没等潘雪莹再说一句话 狡猾的嫌疑人立刻关掉了对讲机 我就对他说 我说哥们你把那个电台关了 我说电台人找不着我的话 指定就得报警 如果报警的话 你指定就完了 他跟那个先生就说 说兄弟 你别杀我 我把钱都给你 但是无论潘雪莹怎么说 男子都不为所动 此时潘雪莹大脑一片空白 接下来男子对他说的话 才让他意识到了危险 他说我不是来接人的 我不是来接我媳妇和孩子的 就是声称说 我杀人了 把我的孩子和媳妇都杀了 我要这个抓紧跑 我就想就是在一个荒人员的地方 把你杀了 然后我就是就走了 就是只有你知道 别人谁也不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男子并没有让潘雪莹停车 而且要求车速也不能慢下来 潘雪莹也不敢再和这名男子多说了 只能按照他的指示向前开车 并且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机会 就这样 他又驾驶着出租车行驶了十几分钟 这时潘雪莹的手机响了起来 因为那个路段的话 正常一个来一会儿的话 也就一个小时左右 因为已经两三个小时了 他们都挺关心我 男子被响个不停的电话弄得心烦意乱 潘雪莹看得出来 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打进来的电话 于是主动与男子交谈 于是电话就这样想着 潘雪莹知道 家人与朋友肯定知道她出事了 因为她从来没有不接电话的习惯 我就是让他们意识到 就是我已经出事了 所以我就没接这电话 这个时候出租车还在向前行驶 由于人越来越多 潘雪莹放慢了车速 男子也没有在意 先回小学开家长会 人特别多 就是车了 人都堵在公路上了 出租车司机看得人多了 有个机会 然后她就把车放慢了 放得特别慢 抓一把 喊了一声 然后我就跳去了 跳以后我车就不停示范地 窗到队院的一个车上 然后车就停了 我就跑到幼儿园院里去了 看着潘雪莹跑向人群中 男子立刻驾驶着出租车离开了 先人对他没有追 因为当时的条件周围是有人的 听了潘雪莹的讲述 民警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赶快弄清楚 第一 这名男子说他杀了妻子和孩子 这个事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这起案件就不单单是一起抢劫案这么简单了 第二 潘雪莹说这男子在劫持的时候 没提钱的事 好像他也不是为了钱 但是这名男子跟潘雪莹从未谋面 为什么要杀他呢 要弄清楚问题的答案 就必须尽快找到这名男子 监控视频能否揭开男子身份 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警方能否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没有目的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根据潘雪莹的描述与之前监控的画面 虽然男子全程戴着口罩 但是办案民警在心里已经对嫌疑人 有了一个大致的刻画 通过铁木特征大概可以看出 他应该在30岁左右 据受害人反映 听嫌疑人的口音就是本地人 民警立即调取了 最近发生在阿鲁卡尔亲戚的命案 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然后我们就回忆他是不是在撒谎 而要想找到这名男子 就要先找到潘雪莹的出租车 民警立即来到出租车公司 调取这辆车的行驶轨迹 他应该是往这个左旗 临东方向行驶的 停车路地点应该是在先锋向北 如果他要到这个地方的话 他是不是可以有跟进的路 跟进的路的话 他就不需要这么绕了 可以直接这样有一条路 可以走一个简易的水泥路 从出租车之前的行驶轨迹中 便可以发现 这名男子是故意绕路行驶 不过根据轨迹显示 这辆出租车此时已经在一个地方 停留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这就说明嫌疑人 很有可能已经弃车逃离了 不过嫌疑人既然驾驶过这辆出租车 那么就很有可能在车上 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民警立即对出租车进行现场勘查 进行指纹提取 还有是他能接触过的地方 我们都做了详细的勘查 在车什么也没得到 当时我们想 他应该是怕拍到他的那个图像 他给这个车 就是给这个浆气也耗冷了 破坏了当时也是 但现场勘查的民警 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们扩大了勘查范围 因为汽车那个地方 两边全是玉米地 我们的那个同事 就开始在玉米地里排查 在玉米地里找到了 车的把套叫店 玉米地找到的东西 经过民警比对 证实了是出租车上的无品 但并没有为破案带来帮助 就在民警继续勘查时 有一名放羊的老人说 看见过一个年轻人 他反应有这个衣着特征 与这个被害人描述相符的 这样一个人员 在这个时间段 向他这个联系过 有没有出租车 要打车离开这个地方 老人并不知道如何找到车 于是给男子介绍了一个村民 说村民的亲戚是为面包车司机 民警沿着老人所指的路 找到了那个村民 向他说明来以后 这名村民说 就在一个小时前 有一名外村男子来过 他说我想去天山 买个配件 这个女的就说了 那我有一个亲戚跑出租呢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村民打过电话没多久 司机就驾驶着一辆面包车过来了 他与男子商量好价钱后便出发了 就在民警准备沿途寻找时 面包车司机回来了 他得知民警的来意后 立即对民警提供了 嫌疑人所去的地点 街上他走了几十公里 到了阿琪的收费站 在民警仔细询问 面包车司机细节的时候 面包车司机响起来 这名嫌疑人在车上借过他的手机 并且打出了一个电话 我们想看一下他手机那个通话记录 但是已经被嫌疑人删除了 警方虽然无法从通话记录上查找线索 但是面包车司机听见了 嫌疑人的通话内容 用他的手机要打电话联系人来接他 叫那人过来 来临东这个收费站后接他 嫌疑人与对方约定的地点 正是面包车司机送他过去的地点 送到后 司机的确看到一辆小轿车 停在收费站的另一头 并且面包车司机还向民警 反映了一个可疑的情况 警方分析 从嫌疑人与对方打电话的细节来看 两人应该是十分熟悉 并且关心密切 难道嫌疑人还有同伙 现在唯一的线索 都在这辆银色小轿车上 民警急忙去收费站调取监控 但是所有的监控视频中 都没有看见嫌疑人与银色轿车的踪影 附近就是旁边揉过去的 他就没走监控 虽然犯罪嫌疑人成功地避开了收费站的监控 但是只要他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警方就一定会找到线索 警方调取了犯罪嫌疑人 上高速路的那一时间段内 所有的监控视频 果然在一个卡口处发现了 有三辆银色小轿车经过 通过调查 警方排除了前面两辆的嫌疑 看了这第三辆之后 警方确定这辆车有重大嫌疑 银色轿车车主是同伙还是被利用 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拉 什么钱都能挣的 嫌疑人作案是早有一人 还是一时冲动 没有目的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从卡口拍下的照片来看 银色轿车内坐着两人 其中副驾驶位置上的男子 与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相似 民警通过案中调查 找到了这辆车车主的家庭处置 车主口中 没有给车费钱的人便是嫌疑人了 但是对于他所说的一切 民警觉得有待考证 黑车司机说 前两天自己在客运站等人时 有一名年轻人向他要过联系方式 这个人便是这次坐车的嫌疑人 嫌疑人曾找过他 在那个时候他就说 叔叔 我可能给你打电话 他就说这孩子挺有礼貌的 还管我叫叔叔 在民警正要离开时 银色轿车车主想起来一件事 嫌疑人在他车上 曾经使用车主的电话 与一个人员取得联系 说手里头有一部手机 用钱需要卖 问问多少钱能回收 同样在警方查看 车主手机的通话记录时 狡猾的嫌疑人 已经将对方电话删除 不过叫车的车主说 对嫌疑人卖手机的地方 还有印象 警方很快便找到了 车主描述的 这个回收二手手机的电 民警向店主说明来以后 店主立即向办案人员 提供了这几天的交易记录 店老板说 之前听见有人叫他殷奇 于是办案民警 立即查找名叫殷奇的人 很快一名名叫殷奇 1993年出生的男子 进入了警方的世界 条件很符合出租车司机 提供的信息 为了进一步 他这个事副作案 找被害人 面包车主 还有这个当时的牧羊人 以及后期这个银灰色车主 都分别让他们进行了辨认 辨认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这个结果让办案的民警 大吃一惊 但是他们给警方 异口同声的反应 就是说他们所见过的这个人 并不是我们掌握的一个 一六七这个人 难道之前的调查与分歧 都是错误的 办案民警决定重新梳理一下 整个案件 并决定到殷奇家里 进行走访调查 我们一进屋 就是看到一六七那个婚纱照 我们就确定这个 作案的仙人就是一六七 嘴唇上有一个明显的伤疤 然后提毛特长 和那个侠仍太像了 民警将殷奇家里的婚纱照 及生活照都带回了公安局 并且与之前的监控视频 进行对比分析 从这个照片呢 可以看出 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除恶力 体态也确实和那个案发室 受害人及证人 跟我们提过 像我们描述的这个体态 也非常像了 由于殷奇的户籍照片 和本人相差极大 以至于先前警方 并没有辨认出来 但是他的生活照片 和监控里的图像 就十分接近了 民警觉得 有必要找到殷奇了解情况 但此刻 殷奇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办案人员决定 在他家里守候 在我们警方工作的时候呢 就让他母亲接到了一个 这个陌生号码的电话 交流几句以后 就没谈什么具体内容 就问了两句 你在哪呢 干啥呢 殷奇的母亲 也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 民警觉得 这通神秘的电话 很可能是嫌疑人打来的 在回播过去的时候 对方的电话就已经关切了 他家里的电话本 在电话本上 恰恰就记录着这个 来电这个陌生号码的信息 是同存一个叫 刀刀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电话 民警立即赶到这名叫刀刀的男子家里 刀刀说昨晚殷奇给了他50元钱 让他连夜送殷奇到赤丰市区 然后侦察员就是一路向西追踪 最后在一个临时工地 把他抓换了 殷奇看见民警过来 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在回去的路上 也承认了自己之前做过的事情 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在抢劫 当时我也没打算抢劫 就是说那对讲机上说的话 太气人了 他说自己本来好好的坐在车上 但是出租车司机 一直在跟对讲机里的同行聊天 并且在一路堂 就说到那了 然后让他加点钱 然后说我是抢到了 还是杀人犯之类的话 我们那个同事就说我 哎呀他连他老丈人家都找不着 是不是他的姑爷子 你们给我发张照片 看他是什么样的人 连他老丈母娘家都找不着 殷奇此次打车 本来是要去找一个 欠他钱的朋友要钱 但在路上朋友的电话 他一直打不通 本来心情就不好 又加上潘雪莹的同行 对殷奇的质疑 让他觉得很生气 当时我也没想伤害他 就是说生气了 一直我生气跟他说话 后来我生气的不得了 不然那个对象就我撇出去了 生气了 但是对于殷奇的说法 警方觉得并不可信 他汽车逃逸的过程中 也对痕迹无证 接下来破坏和销毁 这事也是经过实现 一个预谋的 包括他的准备作案工具 对于殷奇妻儿的遇害 殷奇说那是为了下骨出租车司机 自己编出来 根据殷奇的交代 民警找到了殷奇作案的工具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原北京市公安局行政专家 左指金老师 欢迎左老师 你好 这个女司机当时的一些反应 您作为这个行政专家 给我们评价一下 她哪些地方坐的值得借鉴 这个案子让人看 确实非常紧张 好在最后这个女司机成功脱险 我觉得有三点做得非常好 第一个 就是她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在第一时间发出警报 她用对讲机呼叫 她的出租车的同伴 这样她的同伴就知道 她遇到了危险 第二个 这个女司机在被劫持 已经被绑架的控制的状态下 她丈夫给她打来一个电话 这时候她假意劝说 这个绑匪不要接这个电话 她是用不接电话这种方式 向自己的家人 报自己的情况 长时间不接电话 那么就说明 她现在有问题 有异常情况 这个做法 我觉得既隐蔽又聪明 非常好 第三个事 我觉得她发现情况不对了以后 她把车开到热闹的地方 对吧 然后伺机逃跑 因为热闹的地方 很可能就有警察在那执行 或者有保安在那里维持秩序 也可能有一些 这个健勇为的好人 对吧 能够帮助她 同时在这么多人的地方 这个绑匪也不敢肆意的 去拼命的追她 有一个细节 周老师 这个司机是个新手 然后就上来一个人 就给他指了一个 大概得开40分钟 他也路不太熟的地方 你说一般这种情况下 要是个新的出租车司机 他这活他该接还是不该接呢 那么什么人拉 什么人不拉 这个作为一个有经验的 出租汽车司机 是一定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第一个呢 这个出租汽车的司机 因为他是孤身一人 在工作 所以他时刻要保持警惕 要有一个意识 就是上来这客人 有可能是好人 他也有可能是坏人 所以脑子里一定要有这种 高度警惕的意识 第二个呢 来个客人拦车 你停下来 司机要仔细观察这个人 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拉 什么钱都能挣的 应该做一些选择 我想比如说 这个说不清要去的地方的 这不能拉 对吧 绑匪一上来说 往前开 这不行 你说你到哪 因为咱们正常打出租 可以说到什么小区 到什么 说的都很准确 对吧 或者喝了很多酒的 酒后有些人 是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的 这不能拉 对吧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案子说明还啥 就是去那些人烟稀少 特别偏远的地方 又是夜里的 那也没什么小区 没有什么商店 没有什么娱乐场所 去那里干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要对这个拦车的人 做一个甄别 第三个我觉得呢 应该和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 做一个约定 比如说像这个案子 我如果你打了电话 长期不接 肯定是有毛病 还有一条呢 就是现在都是手机支付 出租车里没有现金 是最保险 一个人上来 你让他看着满车里 这是微信支付 这是支付宝支付 让人看着我这全是手机支付 没有现款 对吧 你抢啥呢 没有现款 所以我觉得这样几个方法 结合起来应用 就能够保障 像从事出租汽车司机这样 有一定危险性行业的人员的安全 殷琪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她有年轻的妻子 孩子也刚刚出生 就算事实真相 像她说的那样 是因为一时冲动 她听不下去 人家之间对话 对她的侮辱 但这样的冲动 付出的惨重代价 是不是也够她反省的 这个事情也让受害人 蒙上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如何不将自己置于险境 一旦遭遇险境 如何智慧脱险 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该事先考虑清楚 准备好的问题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左老师参与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